來 歡迎V組登場 頂光 V組的話只有60秒 但是獲勝可以得到50吋 4K 液晶顯示器 5K 立足了 加油 好 準備好了嗎 關關難過 要關關過 頂住 老師 請出題 越南河本的主要原料是什麼呢 糙米 正確 蠟筆小心當中美牙有幾個姐妹 兩個 兩位 正確 日本拉麵當中的地獄拉麵 特色是什麼呢 辣 正確 春天盛開的枝子花 開花時是什麼顏色的 白色 正確 花的香味主要來自於奶的部位 正確 印度尼西亞主要信仰哪個宗教 伊斯蘭教 正確 唐三藏使用的緊箍咒 是誰教它的 關心菩薩 正確 好萊塢名人當中 有與婆之稱的是誰 伊麗莎白泰勒 正確 婆花其實是哪種常見的瓜類 黃瓜 正確 一起一會一開始是用在哪裡的成語 茶道 正確 知名酒店金錢爆位於哪個縣市 排中 正確 狼人沙當中不是神也不是狼的是什麼角色 平民 正確 成語大致若語典故是出自於哪位古人 書室 正確 知名藝術家碧卡索是哪國人 西班牙 正確 中國四大美女誰被記載的朝代最早 西施 正確 龍手比賽時 鼓手位於船頭還是船尾 船頭 正確 哪一個童話人物是不會長大的男孩 茶道 下一題 香甜的芒果原產地是哪一個國家呢 美國 下一題 中國五行當中火克哪一種元素 金 正確 櫻花鉤吻輝主要棲息在哪一個國家公園 雪霸 正確 2024年法國奧運吉祥物 設計靈感是什麼呢 PASS 下一題 更新身分證上的配偶欄 換證需要多少錢 200塊 時間到 時間到 這要50塊 不可惜喔 前面都打得很好 對 前面還滿快的 剛剛有一度我還想說 那我要不要暫停了 因為有一個已經15題之后 是 可是看你們打得很順 就想說不要打斷 對 哪一個童話人物就是長不大的男孩 就是彼得潘 我們以為是柯南 柯南彼得潘 不是童話人物 童話人物 童話人 對 彼得潘就是小飛翔嘛 你還可以猜蠟筆小星 對 我剛剛也是想蠟筆小星 我其實一開始我看童話 我也在想說 那小木耳算了 可是我想說算了 他好像也不是真的 小木耳對怎麼長大 對 是這樣 所以是彼得潘 他是遺失的男孩首領 在夢幻島冒險 他會飛 而且永遠長不大 然後法國奧運的吉祥物 設計的靈感就是帽子 就是那個叫佛里吉亞帽 佛里吉亞帽就是 藍色小精靈那一部卡通 上面那個帽子 就是有一點扁扁的 軟軟的 塌塌的這樣子 它是法國的重要標誌 代表了法國的身分跟精神 好 那我們這邊遺憾的宣布 B組挑戰 吃飯 今天戰況相當的激烈 但是都功虧一貴 但是我們把最後的時間 留給好戲 穿越門中門在8月24號 25號 在台北城市舞台 然後9月7號在台南 9月22號在高雄 9月28 29在台中 歡迎大家可以上網上 OpenTix Go看網站 來跟我們穿越門中門的表 OK 太多支持了 好 今天要大家一起欣賞了 今天關注不遜不忙 也守住了十萬元大家 謝謝 來 也謝謝兩隊熱情的參與 還有觀看您的收看 我們百變之多心 一起動腦筋 下次見 拜拜